是新西兰来的 新西兰来的 我代表新西兰共同组 向师父请安 谢谢师父 师父辛苦了 讲吧 抓紧时间 我现在身体 去年检查身体 肠道有问题 我现在学了 学心灵法门一年多了 我不知道现在如何 几几年数什么的你 50年数虎的 啊 下肠胃 肚脐炎下面这个地方 癌症 癌症 长东西了 那师父 我还能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自己不知道的 我现在一直也在念 但是我 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毛病的 去年他发现 他不讲 他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了 你嘴巴不好 年轻的时候 嘴巴非常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个嘴巴 照过大口业的 你一定要好好地改的 谢谢师父 你要不好好念经的话 你怕什么丢脸呢 我现在不讲你的话 是在给你消业障的 谢谢师父 你要是你要是在这不改的话 我告诉你 你活不长的 现在很厉害 你已经有过 地府已经有过 上面有人来看过你了 谢谢师父 黑白不长已经上来过了 你应该有一天晚上睡觉 突然间醒过来 好像有一个影子 有没有 一看 好像没有人 好像床边上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来弄你的 谢谢师父提示我 我一定好好修 我告诉你 你还有调过孩子 对 我做过一次流产 一次 知道的是一次 对 还有其他的不知道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讲什么 你是老实一点的 我跟你讲 你要再不老实的话 你自己吃苦头 我可以告诉你 你肠胃这个地方 已经造成你 现在那个内分泌失调 肠胃非常不好 吃东西不消化 对 你们不胡讲 我不讲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你要好好改毛病了 像你礼佛 像你礼佛 至少念两千遍 是的 好吗 你要放生 你要放生 你这个人啊 我告诉你啊 钱本也是有的 但是太小气 从来自己不舍得拿出来 自己也是很省吃俭用的 明白吗 但是你要记住 要放生 不放生的话 不演你的瘦 师父我15年 我放了三四万条鱼 什么 我15年的时候 我下台回哈尔滨的时候 我已经放鱼了 放生了 但是我 但是我还是继续放 我想 小气 大家听到吗 15年我已经放过了 你昨天饭已经吃过了 你今天吃干嘛 我回去以后 我孩子继续放 我 继续放 大船签 我错了 你自己好好修了 我告诉你 你 现在 我告诉你 有一点扩散的趋势 你念了几张小房子了 我一共念了三百张左右 但是给我自己念 是念了一百多张 因为给父母念 还有哥 兄弟念 你太厉害了 年轻的时候太能干 我只能这么讲 你自己也得罪了很多人 你也造了很多业 你自己肚子里最清楚 你不要我在这里跟你讲出来 听得懂吗 感情上也出过轨 还要我讲啊 改正 老实一点 是的 师父 好好地念 礼佛两千遍 小房子 好好念 一千三百张 行 好吧 好的师父 慢慢念啊 还要吃全素 我已经吃九年了 吃九年了 对 我原来是修净土的 嗯 哦 你还帮人家 做过很多水路法会 对 有两个鬼来找你 我做两个水路法会 看见了吗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你自己 根本不可能承担得了这么多鬼来找你的 水路法会什么意思听得懂吗 就是就给鬼 超度 超度水路法会 你想想看了 你就你这种人 自己身上业障这么重 你还能救鬼啊 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你还能救鬼啊 先要制度才能度人的 听不懂啊 师父我知道了 好好修啊 你没有法师他们这种愿力啊 所以你怎么跟能够割法师一样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好了 师父我还有一个 就是我三个多月前 我做了一个复科手术 有个肌瘤 我不知道现在 几几年数什么呢 五零年数虎 没了割掉了 现在蛮干净的 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当时啊 就割的之前啊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我都看得到 割掉了 两个都割掉了 现在蛮干净的 没什么大问题 好像你肚子上还动过一个手术啊 有一个刀口 肚子上啊 嗯 做过什么盲肠啊 什么东西吗 没有 嗯 做 那就是开这个刀了 啊 那就是这个 没做过手术 对了 对了 就这个 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 切到里边呢 嗯 嗯 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口干 五年前 我有一个家里 有个突发事件 然后口就干了 现在就是口干舌头发硬 就是 也经常是起包了 看到了 肌瘤这个地方非常不好 你不但口干舌兆 而且你的 早上每天睡醒的时候会发麻 对的 嗯 是的 是的 师父 嗯 我告诉你 你还会抽筋 脚发凉 对 嗯 我告诉你 你要当心了 嗯 你千万要当心了 你要 我觉得你要泡脚 吃单身片 嗯 好吗 好 现在我告诉你 你身上身上有两个小鬼 嗯 一个是大人 一个是小的 你自己想办法去抽吧 嗯 好吧 这个鬼是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师父 一个是你去 水路法会吗 嗯 引来的 还有一个是你打开的孩子没走 嗯 我给他念了65张 嗯 还得继续念 没走 没走 嗯 而且 我告诉你 有一个 那个大的鬼 经常在你们家里闹腾 你们家定常房顶上听得到声音的 是 我屋里经常听到声音 我还 看见吗 因为我在阿克兰买的是二手房 我还以为房子里的 房子里 嗯 要不要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啊 你不要了师父 我还有一个问题师父 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上就是往里抽 是和灵性有关系吧 就是啊 抽一次 基本上少活一天 嗯 我跟你们说真话 你们记住了 经常抽筋的人做噩梦 抽筋的话少活一个月 所以经常做噩梦的人 醒过来慌得不得了 头上什么冒冷汗 我告诉你 抽一次少活一个月 你去玩好了 我就是身上特别紧那种 就是帮你抽 你跟我记住了 你的血液出问题了 从医学上来 你的血液血凝度太高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自己赶快吃单声片吧 谢谢师父 好吧 还有要念经 把两个鬼念掉之后 你会好很多的 师父我得念多少张小房子 还念多少张 86张 一个小的 谢谢师父 还有呢 那个呢 260 好吧 还有要忏悔 每天最好念 三遍到五遍 礼佛 师父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念五遍礼佛 几遍 五遍 可以 49遍大遍肉 21遍心惊 你很能干的 我看到你的过去非常风光 而且你的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 是的 我一直 谢谢师父 你一直就知道 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很多人 当年很多人喜欢他 所以想想没意思的呀 对不对呀 是的 好了 谢谢师父 我现在点换你把话筒放下 赶快师父 赶快跟我下去吧 啊 对 好